我们看南方的小姑娘说挺漂亮 有个说法 叫小家碧玉 我们北方人形容她 南方的朋友 称我们的北方女孩叫 山东大门 但它两个柔和起来 就是一种大路 哪个小地方都不好 把南派北派合到一起 文学艺术也是有道理 大家一定要不要有这个界限 哪个地方好 把它怎么合起来好 书法也是有道理 我们看近代沙梦海的书法 沙梦海是杭州人 我们看沙梦海的书法 就不是南方那种 比较温运的书法 它有北方的那种凶魂的 把南方的婉月之美 加上北方凶魂之美 柔和起来 成为一种沙梦海 黄明洪 山东大门 我们当代的大家 仅当代的大家 黄明洪 是中国美术史上 中国山水画史上 从诗涛以后 又一座历程碑 又一座高峰 大家记住 诗涛在中国山水画史上 是一个画时代意义的画家 诗涛是中国画 中国山水画史的分水岭 从诗涛之后 又出了一家黄明洪 黄明洪又是一座高峰 就是一座山 一座宝库 所以大家看黄明洪的东西 就不能说是南派 不能说是北派 它里边什么都有 南修北修 把南派北派的融合起来 这是成为一种大美 这点重要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因为古代是那么分的 我们古代画 留下的优秀传统作品里边 优秀的范围里边 基本上是分得很清楚 到时代诗涛之前 是分着南派北派 我们这样 把它们分开来学习 最后我们再把它融合贯通起来 通过写生 我们通过外师造化 中的心源 最后创造出 符合我们这个时代 符合我们自己内心 这种需求的那种美 称之为作品 说笔墨当碎时代 就是这个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大家看这个 大家这知道谁的吧 卢山高 沈州的卢山高 局部 这个村发叫什么村发 这就是匹马 这是从匹马村演化过来的 但是这种匹马呢 它就有什么 大家看 它里边有接锁的成分 我们对这个 在林伯之前的时候 我们首先对这个画面要分析研究 分析研究 这个是哪是浓的 哪是淡的 哪个地方是实的 哪个地方是虚的 哪个地方是密的 哪个地方是疏的 所谓疏龙走马 密不容的 是那么去分析它 哪个地方画了两遍 哪个地方画了三遍 哪个地方画了五遍 哪个地方画了九遍十遍 我们要去分析它 它的用笔 我们就要 它用的是羊号笔 还是狼号笔 用的硬号还是软号 也要分析 再一个 我们从材质上分析 它用的是宣纸 还是捐 是生纸 还是输纸 这东西我们都要去分析它 这样我们分析完了之后 我们才能下手去拎摸它 不然我们就去毛人骑下马 比着葫芦画 我们这么分析它一遍 就知道了 我这么一看 近距离去看它 说我们你们很幸运 有这么大局部 跟袁大一样 这个局部可能比袁大都大 我们那拎摸的时候 就是32开 那么一个小兔 根本就看不清楚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 就是说 比原作都 看着都很清楚 说大家 你们学习就非常幸福 我们通过那么分析 我感觉它的用笔是什么呢 它的用的毛笔 基本上是羊号 稍微加一点兔号 这种毛笔叫七子三羊 我们现在用羊号加件也可以用 或者这个现在 这种毛笔用什么呢 你们用山水的大狼号 狼号毛笔 大拦住也很好 但是必须是狼号 春狼 大家记住 春狼那个狼号很软 不是硬 我们一说一狼号就硬 是错了 真正的狼号很软 反而不好用 狼号不好用在什么地方 它非常 它画出来的线条 非常秀美 柔嫩 它出了那种苍茫的感觉 那种挺的感觉 很难画出来 它这个基本上是 狼号和狼羊结合的这种毛笔 硬号的毛笔在这就错了 因为它的意义关系 是非常柔美的 非常仓秀的 有仓有秀 这是沈舟的 另外大家要分析 沈舟的这个作品 它的语言从哪来的 它是从王蒙那来的 所以我们在拎摸它的时候 是不是看下王蒙的作品 是不是 我们分析了一遍 我们发现这个纸 它用的纸基本上是P纸 我们现在来说起P纸 而且那种老P纸 你看大家看它看局部 它水不刨 不刨 也没有那种 升旋那种则的感觉 我们就分析了一遍 我们就可以去另摸一下 所以我们也定制这个山水的毛笔挺好 基本上是养好价建 先调一个墨 调一个中性墨 这个画法的时候 基本上 它是有笼道弹 所以大家记住 所有大家 成熟的画家 小写意 过写意的时候 基本上是有笼道弹 从中性墨 从中性墨开始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 湿不湿地用用 孔子这个中用之道 是非常有意味 从中间开画 从中间上两边什么话 不像我们啃甘蔗 从一头啃甘蔗 从两边走 这个画也是用中性墨上两边走 先画中性墨 中性墨 一样号价建 我们把某个笔先选择好了 科笔 一定要科笔 大家看这是科笔 这笔是虚下来的 到这虚下来的 再加一笔 不要犹豫 画错了 画错了再去画下 不能去 不能描 不能去描 一定要学会一笔画 是这么去画 一笔画 要鉴笔 在纸上挑风 它不断地挑 在纸上挑墨 我们再加一笔 一定要刻笔 刻笔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不要老去沾墨去 大家在上面挑一下风 挑一下风就很好了 感谢观看 这是第一遍 第一遍 第二遍的时候 再加个弹幕 我们是这个 好宣纸的时候 大家看 在不干的时候可以 这个下边 下边那个墨 基本上在七八成干的 这样是淡末和浓末 干笔和湿笔就合在一起了 它就不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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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敏感关系 给素描 大家一看 好像有关系 又没有关系 我们老是画的 像一个光影关系 光影变化过来 就创成素德了 它这不是 大家一看 后边越重 对中国话讲虚实 它不是讲用单 再听我们感觉不够 我继续画 come on 然后我们下一次的一看 然后我们下车知道 有关系 有关系 对 我们下车扶行 但我们下车扶行 对 вообще 是 对 它的村坊 大家可以看啊 它里边很复杂 它就有这样画的啊 有这种顺法 也有这种顺法 也有 它都有啊 都有这种顺法 这小笔触就这个啊 这大的呢 你看 这辉煌的感觉啊 就是长线啊 长短要结合起来 刚才画的灶是吧 现在就逐渐舒服 还是我给大家上太阳山讲的那个 先干后事 先干后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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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春差点燃 大家记住 春差点燃要合起来用 不能把它们分开 把它们分开的时候 就有一台台机械 就不好了 画面就不协调 你能有我 我能有你 啊 反过头来找 好了 我们停一下 停一下 叫它干一会儿的时候 再画 就是说 三句话的有个说法叫 三日一诗五日一水 并不是我们急着 一遍把它画成的时候 就在这个 浓淡干湿 这种灰毛 把它灰毛到一起 也有浓的 也有淡的 也有干的 也湿的 要它结合在一起 它也不造 我们如果先画干的 干了之后再画湿的 它两个干湿永远结合不起 一定要 中国话里边学会一个破 宣纸 如果大家不会用破 只会用寂寞 不会用破 这个画面就干 大家记住 南派和北派 关键就是在一个破 说不破不立 北派的山水 是以干为主 是不是 我们看 礼堂的万河送风 看南派的山水 是什么 以鸡毛为主 以匹马为主 南派的山水 你看我们看 四王的山水 王石谷 王剑 王元旗 王石敏 这种四王的山水 就里边就 黑色有破的东西 就是鸡毛 从淡毛 一直积到浓毛 三日一时 五日一水 等它干了之后 再去积 这种激发的学生们 就只是增加了 层次的厚重 它没有混到一起 这种混 又破有关系 大家记住 这个 鸡柔破破 我说的那四个字 鸡 鸡毛 柔 是一种用 一种用笔和用墨的方法 破 破是非常重要的 不破 不能把浓墨和淡墨 不能把干笔和湿笔 合在一起 要记住 所以刚才我们在里边都有了 所以说我们让它稍微干了 干到气层的时候 再上去踢 我们一看不够 是不是 不够 不够 稍微再干干 不干 它就喝不起了 我们说的时候 像是中性物 是不是 它用的什么 大家看 是一种浓墨 我们再稍微以后用点浓墨就画了 我们再稍微以后用点浓墨就画了 所以我们这个 画 谁画 谁都过来看 就看 差不多了 不行 还太湿 我太想 这个手掌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画画用手掌按它一下 手掌是热的 第一是把它 叫它稍微干一点 干得快一点 实际上另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不知道 就是这种一加热 这个掀 这个掀子和那个水平和墨 起一个很快的一个渗化作用 使它的墨尽快地固定下来 固定下来 要挥发就挥发 不挥发就定下来 这些两个作用 当然我们还有说有个悬的作用 我用气功把它固定下来 那就是悬的 啊